這次在花蓮有一名男子酒醉之後不回家 就躺在路上要睡覺 第一次被勸離之後 沒有想到週日凌晨三點多 他又跑回來 結果遭到免斃 肇事的駕駛疑似不知道壓到人 就仰場而去 最後被依肇事逃逸 過失致死罪 移送爭敗 上身赤補的男子在超商外搖搖晃晃 原來這名酒醉的游姓男子凌晨 跑到便利商店喝得爛醉不回家 堅持躺在路上睡覺 沒想到意外被黏死 有幸男子酒後失控躺在大馬路上 遠景到場後將他勸離回家 沒想到凌晨三點多 他又折返躺在台九線車道上 正當店員要把他拉回路邊時 一輛高速行駛的車輛就這樣迎面而來 頭當場就被黏爆 死者狡辯還留下沒有喝完的酒瓶 但肇事的車輛沒有停下來查看 就這樣揚長而去 肇事駕駛已是不知道自己壓到人 但最後還是被依肇事逃逸過失致死罪嫌 移送法辦 記者綜合報導 望著你 望著你